大家好,我是会员智能CEO Shelly 台湾今年面临到疫情的问题 企业必须面临远距上班分流上班 那今年有国防中心与我们并肩作战 提供了一些运算的资源服务 待会我会介绍一下会员智能解决方案 以及我们如何运用国防中心的运算服务 让我们团队可以顺利的运作 好,那后续我会介绍一下会员智能的解决方案 以及国防中心提供了分析大师 以及TWCC的云端服务 稍后我会讲一下我们的实际应用案例 那国防中心是一个国家级的AI研发的基础设施 会员智能专位制造业提供AI的解决方案 这边提供了自主研发AI的影像检测及预测维护 可以专案的方式整合到AI的扩张实际眼镜上面 那我们解决方案也成功应用在航空、金属、像塑胶、机械等产业上面 那我们的宗旨就是帮助企业提升设备的效率 产品的品质、产品的良率作为我们解决方案的种子 AI的预测维护则是利用物联网收集到的数据 则我们使用机器学习的演算法去做分析 那以航空业来说我们预测零件失效的几率 生命周期、维修周期 我们要让AI去预测未来可能会发生故障的时间 来去事前的拟定好保养维修计划 同时就可以降低不预期的风险以及保养维护的成本 AI的影像检测则是透过相机截取到了产品的影像 透过深度学习的演算法去检测产品的各种不良项目 那AI的影像检测是可以全天候24小时的运作 来帮助像是跨工厂或是每一条的生产线 能够保有同样的产品的品质 并且判定的标准一致 来提升企业的产品的品质以及制程的效率 那左边这张图是 是一个老旧而没办法联网的设备机台 我们则是用AI的影像方式将这些设备资讯 截取出来分享给企业 以金属表面的瑕疵案例 我们利用国防中心的资源 在短短的三个月就训练了约1万张的影像 并且准确率都可以达到98%的以上 分析大师则是一连一条龙的服务 有包含了资料的分析 收集、治理、清理以及推论到部署 甚至到专案的写作都有包含 那这个分析大师是由TDiveCC 以及IBM两大云端平台 整合出来的开发服务 这一套的整合平台 只是可以让内部外部的作业人员 来一起共同的协作 共同的开发 来去提升资料整合的效果、价值 以及减少开发时间 好意 我们实际在堆高机的产业上 在尚未导入AI专案之前 其实他们是发生了异常 才会进行维修 或是发生了故障才是要 开会讨论原因 那我们要用AI来找到需要保养 以及维护的时间点 这会比例行性的保养维护来说 更能减少成本 以AI的堆高机为例 我们用堆高机的温度、油压、电压 来进行分析 我们成功的为客户减少10%的维修费用 以及提高了15%的维修效率 以及15%的电池的寿命 总共有两大功能 一个是状态监测 可以及时的知道设备的状态 用AI去分析未来可能会故障的时间 并且做到提醒 另外则是维运的管理 去用AI分析知道说 可能需要维护以及保养的时间 并且可以整合内部的历史记录 技术架构则是有使用到DAS的资料清理、分析、治理 到模型的部署 最后会结合TWCC的台湾AI云 以DAS的资料类型 其实上面有很多资料类型可以供选择 那我们使用Jupyter Notebook的开发环境 那我们主要是以Python的程式语法来进行 那可以让不同的工程师、作业人员 来共同、共用、及时来开发、修改这个程式吗? 资料清洗的部分 则是 只是内建有一百多项的作业流程 可以让资料去探索、去清理 资料自己的部分则是平台上有十几种的统计资料 那可以视觉化的呈现 那我们的资料工程师会利用这视觉化的资料来去 知道说资料的品质以及分布状况 并且做资料的清洗 从这中间去提取特征 资料的分析则是 有一大功能是Auto AI 那Auto AI就是将机器学习的演算法流程 自动化的建构出来 只要一件式的去 只要一件式的方式进行 就可以立即的建立好模型 那会用数据化的方式去分析说 每一个演算法的成效是如何 我们可以挑选最好的 分数最好的来进行使用 我们可以用API的方式 将模型做资料的推论 并且可以自己搭配 自己建构一个Dashboard的仪表板 来监控我们的设备 以及资料的状态 其实有越来越多跨国的企业 都在使用AI来进行云端的部署 像是他们会用同一个AI的演算法 来上传到云端上面 让跨国的工厂也能够进行的使用 这样就不需要重新建构 一个软硬体整合的系统 就大幅的减少开发的时间以及成本 那另外如果有些企业 他必须要在以毫秒为单位 去做出回应 做出回馈 我们会影智能也有提供中端的服务 来供客户做选择 那实际我们在用Dash的平台 从资料的清醒 模型训练 部署到模型的验证 我们短短的缩短 我们从三个月缩短为三中 缩短AI的训练时间达77% 另外是TWCC的服务 可以快速的将容器建立起来 并且快速的进行部署 那这部分也可以处理到资料庞大且复杂 并且在GPU上进行运算 以电子的制造业为例 他们必须要仰赖大批的 组装作业员来进行组装 那也会仰赖领班个人经验进行管理 那由于他们工序比较复杂 没办法使用机械手臂 所以透过我们人体骨骼的分析 可以分析出生产的平衡率 是否有组装的异常 以及最佳的作业员及工序 这是我们产品产线上的行为辨识 透过一个相机录下作业员的组装流程 可以去辨识出手指的骨骼 到肩膀到整个人体的骨骼 去分析说 这个作业员正在组装什么动作 以及例如说 可能组装是螺丝或是插排线 那也可以去计算 它实际在产线上实际工作的时间 并且去判断去分析 它组装的正确率如何 这边使用到TWCC的技术架构 是先用我们内部的影像自动标记工具 再搭配TWCC的AI训练 模型部署以及连接户 那开发环境则是我们使用TensorFlow的方式 并且会搭配PyTorch 可以快速的建立好影像辨识 那另外则是Tensor RT可以加速模型的运算 让我们部署在NVIDIA的终端设备上 那连接户则是我们会提供客户一组公用的IP 它可以利用这个IP外部的网路去查看 以网页的方式知道我们的产品状况 双方就可以在这时候进行沟通 那这部分实际应用是影像的标注到模型训练部署验证 那我们总共累积了53万张的AI训练影像 那由于我们有使用到国网中心的资源 其实让我们顺利的在AI的政府计划下可以去运作 像是AI Go 为研滑科技开发了影像辨识系统 为光宝科技开发了产线的行为辨识 以及机械业的预测维护系统 在疫情下我们团队透过这一个共用型的平台 可以彼此的知道说对方的进度以及状况 那这个可以结合内外部的开发人员 像是跨部门或是跨工厂来一起共同开发 减少增加我们开发的效能 以及减少了我们开发的时间 那在协作的权限则有分为管理者 编辑者观看者 那这部分我们还可以将比较机密型的专案 去进行加密 像是禁止所有的团队成员来去下载 或是输出资料 其实这也能够保障我们与客户签订的保密条款 那以为我们会员智能合作方式 则是由企业提供影像或是数据 那我们会员智能会建立好这个AI模型 并且为您做到系统的整合 那最后会做到测评的评估 在实际在产线上做测试的评估 除了有国防中心实际上的资源外 还有一些线下线上的Whatshap 最后我们要感谢国防中心与我们合作 对我们疫情下加速AI落地的好伙伴 以上是我们的简报 感谢国防中心提供了我们运算资源 成为我们疫情下加速AI落地的好伙伴 感谢国防中心提供